经济不景气 劳工生活苦哈哈 劳团预计在本月底举行秋斗 要借着上街游行抗议 向资本家和政府喊话 希望能捍卫劳工的基本权益 工时越来越长 薪水却原地踏步 劳工团体认为薪资结构反应资方 血汗压榨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还有政府以拼经济为由 动涨基本工资月薪 却不断提高外劳比例 却忽视了劳工的劳动权益 摄影人士预告将再度淡洗总统府 呼吁右派政策有必要修正 第一波淡洗总统府之后 我们看到台湾政府 所有右转的政策没有改变 资本家继续由政府 为他们把关 为他们图立 越来越多为了1%的人设想的政策 伤害99%的台湾人民 所以秋斗这一次喊出来 我们要人民向左转 举人民向左转的第一步 就是希望限制资方的权利 比如说资方滥用减薪 滥用解雇权的各项权利 来剥削劳工 景气不好 今年街头抗争层出不穷 回顾2012年街头社运 除了劳工方面的 华龙工会运动 带位求偿抗争 在环保部分也有 反和寺 反美丽湾饭店等行动 而这些议题在追求经济成长之下 却容易被忽略 已经有24年历史的秋斗游行 今年将在11月底举行 有比于往年这次锁定的议题扩大 包括反教育商品化 反杀人经济 反国族歧视 反财团圈地 要劳动正义等主题 兵分五路在凯道前集会抗争 要求政府在拼经济之余 也必须反思社会公平 与分配正义 是否在全力追求经济成长的思维中 已经成为牺牲品 U-DN-TV油餐化缓一经台北报导